摩根士丹里发表报告 相信同仁堂国约 03613股价未来30天上升 发生纪律80%以上 级与评级增持 目标价14.2元 报告指 近期同仁堂国约股价下跌后 令短期股值变得吸引 料随着1月8日起 内地全面放宽出入境管理 将推动公司业务服务 作为北京同仁堂集团的海外分支 同仁堂国约在疫情大流行前 港澳零售收入中 至少有20%来自内地游客 考虑到复苏前景 和明年双位数的盈利增长指引 该行认为14倍的远期市盈率 是不错的入市良机 摩根士丹利还预测 福寿源 01448的股价 在未来30日内有超过80%几率会上升 指出期股价最近有所回落 令短期股值变得更具吸引力 考虑到公司明年销售增长目标超过20% 认为现价水平是入市机会 给予目标价9.5元 评级增持 此外 大和子 内西特 01316 是世界领先的汽车转向系统供应商 公司于2017年推出线控转向技术 目标自2024年开始商业化 预期公司的盈利能力在今年下半年至明年至今年上半年谷底持续改善 该行指 内西特今年首季取得欧洲20亿美元的线控转向订单 是至今为止业内最大订单 预期2024年起交付 估计每套系统的价格为575美元 高于公司旗下传统的机械式转向系统 每套为约50至400美元 大和认为 内西特已步入复苏轨道 第三季新业务新增订单达10亿美元 年初至今达54亿美元 创下过去三年新高 预测内西特今年下半年收入将按年增长17-19亿美元 推动全年收入达到37亿美元 增长10% 因此将评级从跑赢大使上调至买入 目标价从7元上调至8.7元 此外 高盛研究报告指 预期明年中国铁塔 00788 旗下铁塔智联技术 及铁塔能源将保持强劲的增长轨迹 主要由于各行业数码化程度不断提高 以及内地新能源应用的持续增长 该行估计 明年公司智联业务收入按年增长25.5%-66亿元人民币 贡献公司总收入7% 能源业务收入升26-39亿元人民币 占公司总收入预测4.1% 不过 随着5G建设进入中后期周期 该行对铁塔基站资本支出放缓持审慎态度 此外 公司最近与三大电讯商订立新服务框架协议 亦提供铁塔租赁优优惠 反映出定价压力 高盛将铁塔2022-2024财年各年营业利润预测下调1% 4%及7% 主要由于公司的新业务开发研发投资增加 对期2022-2024财年的收入预测 则大致不便 令维持对公司中性评级 目标价由1.2元降至1.14元